1.5 把手捧 2.5 把手捧 4.5 把手捧 要不要手捧 要不要手捧 首先一台使用手捧 先 要不要 不要裝上去 然後這個和我 這個位置不要鎖得很緊 一般 一般的手捧度就可以了 用手輕輕扯得出來 要不要 要不要 先從這裡穿過去 馬上沒走 從這裡穿過去 一般的手捧 有馬上放ix 鉄搭與手捧 打開 打開 這位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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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这个这个标签一定发在这个电点里面 发在电点的中间 这里 上来 这个叫做博标板 用博标板里面上去 这里 然后这个又继续下来 然后从里面 这个松掉 这个松开 卡到这两个滚筒的中间去 一定要从里面 里面里面往上面走 这样 然后这样子锁紧它 两边拧紧 然后我们这个标签就算是这样子算是咬完了 然后开机 开机我们上面有一个电源开关 红色的 红色的电源开关 红色电源开关 有电 这样子没有电 有电的情况下是亮的 这灯是亮的 然后我们是单标打到单标 这里有单标双标 打到单标去 按点动让来出标 现在我们还没有标签 这样子第二步我们就标签之后 第二步我们就把这个电源这个打马机电源开的 如果是关的情况下是这样子的 它已经关下是这样子开掉它就可以了 然后一开始一般要预热的话 要预热五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给预热的时间上面 五分钟给预热的时间上面 吃力吃力怎么打准出来怎么放进去 等一下这样子 拍那个动作给它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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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这个 这一叫脚踏 这脚踏就这样抓抓上去的 脚踏 脚踏这个垂口 插到这里面去 然后锁紧它 踩它就标签就会出来 然后这个电眼 这个电眼 这个电眼 你把这个电眼设置 用不同的标签 不同颜色的标签 每次要重新设置过 比如这样子 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有标签的地方按按它 再注意到没有标签的地方按按它 这样就可以停住的注标一张一张的出 这个王灯亮就是证明说这电眼有用有信号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王灯是不跳 这个两个灯不跳的情况下 这就是要重新设置过电眼 然后像这个标不出来出来或出短 出的太长了 只要同时调这个电眼 把这个电眼的位置 无疑 出的太长 出的太长 可以往上面移 出的太短 可以往上面走 上面走 然后就出会出长 往上面走 它就不会出短 然后我们这个标签一般的情况是出来 是大概是 一个到两个毫米左右 这样是出来太多了 那这样奇怪 出来就行了 然后这样放上去 这个走 这个是 用来挡住 挡住物理 不让它 不让它 左右跑的 这个如果它 一直就物体 一直往这边走的话 我们可以调整这个 这个可以调整一个倾斜度 看一下这两边 没了 搞这个倾斜度的原理就是让它这个物体 靠着它 靠着这个杆子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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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吧 你不让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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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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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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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 雞胃 要整材机的整桌 打码机这个质力 这样子猜出来了 这样子 往一个方向 这边两个扭 还可以拿得出来 这样子放进去 往用力往 这个用力往里面推 扭 扭断它 这样的扭在这里